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Vivian 台湾的高丽菜真的超级好吃 不管是哪一种品种 之前分享过台式泡菜的做法 很多人都留下回馈的留言说 很满意很喜欢 但最近收到一则私讯 这位朋友推荐我另外一个一页自高丽菜的食谱 他说比我的台式泡菜更简单更好吃 报纸有点怀疑挑战的态度 我就试做了一次 天哪真的太好吃太美味了 一上周我家全家抢光光 隔天立刻再做一份 真的又快速又好吃 拜托大家一定要给他做一次看看 你就知道我说的有多好吃 背料也是超级简单 所有材料配方大家就自行一目截图 详细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 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 首先把所有的食材前处理一下 清洗干净去皮就不拍了 蒜切成蒜片 辣椒切成斜片 怕辣的选不辣的品种或是去籽 主要要取辣椒的香气 在台湾高丽菜几乎全年都有 而且都很好吃 今天大概会用到四分之一颗的高丽菜 高丽菜叶子的部分我们先用手剥下来 叶子的部分可以留下来青炒 或者是炒虾皮 或者是炒冬粉都很适合 当然如果你硬要拿这个部位来做一叶子 也是可以 因为这个食谱主要要用到的是高丽菜梗的部分 很多当然小孩不太喜欢吃炒高丽菜时候的硬梗 但是刚好这个一叶子的食谱要用到的就是高丽菜的硬梗 也可以叫高丽菜的菜帮子 我想大家不太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带着一点土味跟生味 但是拿来做泡菜一叶子就特别适合 因为它特别脆口腌过了以后好好吃好甜 我们就把这个比较硬的高丽菜帮子 用手剥成一口大小 放进调理盆当中 等等要来清洗 其实这个清洗方式是一个示意 大家可以豪迈的放到水溶头下清洗 彻底冲洗干净之后 可以再用饮用水或是过滤水冲洗 因为这个等于要生吃的就是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备用 表面可以均匀地撒上一层盐 我会另外加上鱼露 我觉得鱼露提鲜的效果很棒 很适合做凉拌 泰式料理就很爱用鱼露 不想加的就全部用盐 另外加入砂糖或是冰糖 我觉得这个糖量可以多一点点 因为最后调出来的味道就是甘甜甘甜的 再来就是辛香料跟甘辣椒 大家可以按照我前面给的配方 调一次试试看 所有调味都可以再微调 最后呢要喷上或是淋上好油 好油就是冷压的好油 不要是精致的油 冷压酪梨冷压橄榄 甚至是冷压苦茶油都很适合 另外提香淋上冷压芝麻油 今天给的配方呢 其实跟原本网友给的配方已经有点不同了 因为是我试做过调整后的配方 也不用加热或是其他的工序油 就直接把它拌匀 边拌的同时呢可以尝一下味道 想要更酸更甜更咸都可以再微调哦 拌匀之后就可以来做下一个步骤 既然叫一叶芝麻 就是要把它腌渍入味 菜的表面可以压上一个重物哦 底部其实可以贴上保鲜膜 然后放入冰箱腌渍 赶时间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一样 直接放入真空保鲜盒当中抽真空 抽真空可以缩短腌渍入味的时间 大约20到30分钟就可以腌渍入味 这个腌渍的时间短你可以放常温腌渍入味 想要更有仪式感的朋友可以放入一叶字的专用罐当中 这个专用容器呢网路都买得到哦 看起来就是给它美美的 那个feel不一样哦 就感觉腌渍起来好像会变得特别好吃 真空的这一罐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它大概腌渍个二三十分钟就会出很多水 这是正常的哦 这时候就可以开吃了 另外这一罐呢我放冰箱大概压了一整夜哦 它就会出很多的水 这也是正常的 其实压个五六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喜欢更入味的在腌渍隔夜 这时候当然要尝尝看 主妇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可以第一个试吃 吃比较硬一点的菜帮子部位呢 给大家听听看声音 有没有超脆口超好听 不只超脆口超好听 还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 真心不骗 你一定要试做一次看看 高丽菜一叶字 等你交作业 这就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然后立马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他做给你吃 别说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即兰热 com 请不吝点赞・赞订阅 中文字幕唯2 com 讲文字幕唯3 转发 即兰热 中文字幕唯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